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驾驶者在车舱内的使用的话的感受度是很好 那同时它也有相当的那个节能的功能 因为它可以提供非常好的亮度 那同时呢我们搭配了我们的这个大型显示器 包含有异形 那还有就是说整体化的设计 那另外的话就是还有包含高色彩绑合度 那另外的话我们就是整合的包含Cover Lens 还有整个外壳的设计来跟客户这边做一个完全的对接 所以听起来呢mini LED是扮演蛮重要的角色对不对 第一个是就是mini LED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提供这个高对比的服务 那mini LED这边的整个整合也是由Car UX这边来跟群众这边做共同的开发 我们还有提供主动型的防推技术 那主动型的防推技术呢 它可以让驾驶者在那个当 比如说副驾驶在做一些不管是在上网或者是shopping的时候呢 驾驶者就不会受到这个干燥 那也可以达到一个那个行车安全的一个概念 那同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亮点的话就是 我们今年也很强调就是引擎式的显示器 所谓隐形式的显示器的话就是invisible vision 那它的做法的话就是说 比如说像我们用不同材质的那个表面材料 不管是皮革或者是木皮纹或者是玻璃的搭配的那个木纹的设计 让显示器在不使用的时候呢 看起来就是跟车舱内的设计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比如说它就是高级的皮革感而不会感觉到是一个很深冷的萤幕 所以说这是我们今年的就是说mini LED 然后privacy 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种hiding display 那另外的话就是还加一个 我们也加一个主动的有关安全式的设计 就是它可以我们在我们的桌舱设计里面呢 它可以辨别驾驶者跟乘客 那驾驶者这边的话就可以在一路坐安全的驾驶 那只专注在例如像是导航或者是说一些跟车安全相关性的活动 ok也就是说在小小的空间里面两个人都在同一个空间 但是你可以专心的驾驶我可以很尽情的享受我的整个声光娱乐 是的是的没有错 听起来等于说在这个整个智慧坐舱这个空间里面呢 我们显示器这个角色是扮演是相当的吃重 那群创在这方面的发展又有什么的优势 那我们可以讲说就是说第一个是我们是群创的百分之百的直公司 那其实我们是一个有显示器特色的Tier 1的公司 那我们在做这种车用整个智慧坐舱的这个设计是 大概我们已经有蛮多年已经超过十年 那我们直接都是帮等于是担任Tier 1的角色 提供了整体的方案直接对应OEM的客户 在车用这边OEM的客户只能就是品牌 例如说像是Gini BMW等等 这个就是这一个品牌 所以我们都是直接对应车用的OEM客户 直接做整体的开发设计 因为车用显示器是一个完全特质化的应用 所以说我们必须跟客户非常密切的结合 来开发好几代之后的产品 OK 那最后其实还是要不免说的 因为最近非常流行的一个AI人工智慧 而且我们这个智慧坐舱 前面两个字就是智慧嘛 所以AI在这个智慧坐舱 引用的这个应用的程度在有多深呢 确实AI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那其实我们可以从两个部分来说明 我们的系统也是需要被制造 那我们利用AI的方式在整个就是制造的过程里面 运用大数据那还有包含自动化等等的来形成就是说一个高质量 然后而且高整合度的最终的产品 这是AI在制造部分的应用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AI这边也帮助我们就是说我们的相关的例如像是场景的设定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次的展品把AI大数据跟整个包含sensor等等把它整合在一起 所以说那个就是说AI再加上物联网那造成的就是说我们的车舱这边的话 它就是一个第三空间 然后来达到整个智慧坐舱的一个设置的目的 OK 非常谢谢Kristine今天帮我们这么详细的一个说明 让我们对于智慧坐舱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那么至于在这个其他展场呢 有关于智慧坐舱部分还有哪些重点呢 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导览 好 现在在我身旁的是友达光电负责智慧移动事业单位的徐协理三伦 三伦好 嗨 大家好 是 我们非常关心说今年的这个它去台湾的重点 那其实焦点当中的焦点就是智慧坐舱 是的 所以在友达呢观察到这个智慧坐舱最新发展趋势是怎么样 智慧坐舱我们在这几年看到明显的成长 那最大的差异其实是从以往从整个使用者 以使用者经验在驾驶座的这一个位置 变成所有的乘客都有它专属的使用者经验 所以我们看到坐舱的设计有非常大的改变 除了里面的视觉以外使用者互动的经验也改变了非常多 所以从以往的这个驾驶者为中心的体验变成所有乘客的使用者体验 这个是一个趋势上最大的差异 刚开始听到这个智慧坐舱的时候呢 感觉就是有一个很完整的供应链在里面做一个发展 但其实在显示器这个产业来讲 在智慧坐舱当中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没错 因为当你坐上车子的时候 第一个想要控制的除了开引擎以外 它跟你第二件事就是开启你的荧幕 选择你要的音乐 选择你要的空调等等 所以这个使用者的这种互动 其实从一上车的那一刻开始就开始产生 所以这是为什么智慧坐舱其实是以使用者为中心 去撞造更多舒适的使用者体验 这个是里面的中心思想 所以这个显示器的角色如此的重要 加上友达又是面板产业的龙头 尤其我们在这次CES展又有得奖 是不是在这个相关的关联 还有我们发展的优势跟我们聊一下 好的 友达经营车用其实已经超过20年 那我们一直以来其实是保持着 这个中控萤幕CID的全世界的领先的供应商 那借由这个优势 然后显示器在车子里面也越来越重要 对 所以我们借由这个机会再配合我们在跟BHTC的并购 是 这样子的能力的结合 其实让我们从上游的面板显示器的资源 一直贯穿到下游整个解决方案供应商的这样的能力 其实我们已经附件的非常完整 那这一次我们的具体实践就是在CES里面 获得这个最佳创新大奖 我们的透明车窗 还有我们的可卷式的这个后座娱乐系统 那这个创新奖其实非常特别 还有很多个创新奖 只有几个最佳创新奖 所以绝对不是人人有奖 是的 这个其实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进入CES参唤 就得到这个奖 那刚刚其实Simon你也提到说 我们并购了一家德国公司 所以这家公司对于我们在发展智慧座舱 也可以说是有如虎添翼的效果 没错 那这家公司是从座舱的空调控制起家 所以它有很多机构 还有很多空调相关热力学的这些专业 然后渐渐的随着空调系统 跟这个显示系统的整合 它也逐渐转型到显示系统 所以跟友达有一个在策略上的契合 合起来我们除了显示资源以外 变成在机构热力学 还有Sensing方面感测方面 是 就会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纵效 那我想要再请问一下 因为只要讲到这个显示器的严格 大家都会很关心说 这个MicroLED的最新的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它这次在这个智慧座舱 也有发挥它的功能吗 是的 MicroLED绝对是下一代显示技术的一个 最佳的一个技术平台 是 所以友达已经在MicroLED的生根超过十几年 OK 所以现在我们在一些消费性电子上面 比如说穿戴装置已经开始了 是 然后在其他的消费性电子也有一些实际开始导入 车用我们也有一些展破 所以MicroLED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可靠度 还有它的透明性 所以像我们整合在车窗或是一些可饶的应用上面 它会提供一个非常独特的优势 是 所以这个绝对是我们在车用还有很多应用上面 这绝对会改变下一次 下一个世代的显示经验 OK 非常期待 但是 譬如说我们今天的主题 既然只有 开宗名称就是叫智慧座舱 是的 那么智慧这两个字 让人就很容易的就跟人工智慧AI联想在一起 是的 这个AI对我们来讲到底是口号还是说 真的已经是实实际际的应用在里面了 其实AI的应用非常非常的多面 所以当我们的显示 其实未来的显示器在座舱里面会变成一个功能的整合中心 所有的感测器或者是摄像头有这些影像 比如说你怎么侦测一个驾驶疲劳了 你怎么感测这个座舱里面每一个地方的温度的舒适度 这些里面都有很多的AI 那一旦你有显示器你个人化的界面 或是你希望这个座舱创造什么氛围 这些都跟AI其实有直接的相关 所以这些应用也都会进入座舱里面 另外除了我们友达在这方面所拥有的这个独步 与整个产业的技术之外 我们是不是要发展完整的这个智慧座舱 还要融合其他周边的一些合作伙伴 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呢 是的 这是友达一直经营智慧座舱的中心思想 就是要有生态系 从晶片商 然后到服务商 然后到我们这些有关键技术 而且有解决方案能力的人 我们大家一起 所以友达已经在这方面耕耘很久 我们有很强大的生态系来支援我们做智慧座舱 OK 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参门帮我们下一个完美的竖角 就是说 告诉我们说这个智慧座舱 它到底前瞻性质如何 商机有多大 智慧座舱每一年的复合成长率一定超过两位数 所以在2030年最少也有50到60亿美金的市场规模 那里面其实显示器占了一个很大的部分 还有就是运算 所以友达藉由这个相关生态系的整合 会在智慧座舱这个领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 随着车用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呢 整个智慧座舱也成为了这次展会的重点当中的重点 那么后续如何的发展呢 也值得我们持续的做追踪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